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因為中國人說一句三歲定八十 我們都認為學前教育或有志願有儀中心 對小孩子的成長是很重要的 但我們爭取了這麼多年 政府對於學前教育相對沒有那麼重視 可能這幾年大家爭取就進步了很多 但這個進步是否配合小孩子的發展 社會的進步發展 又不像外國那樣 其實擺很多資源擺在學前教育 香港發展如何呢 今天請我們的老友記 在這行中很有代表性的校長跟我們聊聊天 周維珍校長是來自五一張竹山幼兒院幼兒園的校長 在學前教育很多年 我們十幾年前已經爭取什麼 沒錯爭取教師之力提升 因為教師是小朋友一個重要的伙伴 那時候中三中五都可以 是的 在以往就在十五年前 如果數成二十年前 是的 二十年前我們一起爭取 是的 二十年前我們一起爭取私力提升 你剛才也說得很好 就是説幼兒教育 學前教育中的重要性 其實在國際社會上已經非常重視有優兒教育 也有些研究報告說了 如果你是政府放一元資源在弟弟高的身上 將來回報佬有十七元那麼高 很好 你想想 很投資 是的 非常之好 但是我們香港在這個教育制度來計 始終他覺得幼兒教育裏面 他現在不是說完全是不重視 不過那個步伐是慢 之餘是沒有比例 就是中小學來說沒有那麼重 慢是很重要的 一代一代 一代慢就沒有了 要等下一代 沒錯 所以我們自己業界來說 都是很積極爭取 尤其是現在 激進才可以 是的 因為我們早前在去年 我們也爭取過向政府 還有今年一月 即23日我們都向政府爭取過 那個學前教育裏面 應該是歸入這個基礎格裏面 是的 希望政府能夠全面資助 即十年免費的教育 這是那個業界裏面 大家都很大的共識 還有政府應該都聽到的那些聲音 如果你說回政府 你說完全不投放資源 在幼兒教育裏面 亦都覺得對他們不公道 我都說一句公道的說話 在2007年的時候 他們開始引進那個學卷制 沒錯 是要給一些非牟利的幼稚園 是弟弟可以入讀的 就可以有一張學卷 這張學卷也是每年提升 去到今年的 2011年的9月 這個學卷已經提升到 一年裏面有萬六元 萬六元 如果你說他交十個月後費的時候 他大概有千六元資助的家長 對於半日制的學生 他需要半日制的資助的話 相對是不錯 但是對於全日制的幼兒家長來說 這個資助都是相距得很遠 因為全日制的尊助 他沒有跟隨弟弟的全日 而給兩張學卷 只是一視同仁 所有入讀全日的幼稚園的學生 都是給同樣一個範疇的資助 其實那個趨勢 是否應該全日制 現在小學都過往那麼多年 都是邁向全日制 是的 我前教學是否應該邁向全日制 沒錯 我們大家的訴求 都覺得全日制來計的幼兒服務 是幫助弟弟的全人發展 但是外於有部份的家庭 或者他家裏有他特別的需要 他真的需要全日制 對 再加上你會看到我們香港 國際大都會 和政府也很鼓勵婦女就業 你看到爸爸媽媽的工時都很長 如果是全部幼稚園都是全日的時候 其實是減輕了家長在教學 和教導弟弟的情況裏面有些負擔 是 再加上現在有部份的弟弟在我們學校裏面 或者是有很多的研究說到 現在有部份的弟弟出現了一些情緒 學習的問題 如果短短三個小時裏面 其實弟弟在這個過程裏面 其實都未必能夠真真正正足夠的時間去培育 在這裏我們看看接駁的小學 小學很多現在都說 從測試裏面 大概有5至8%可能學習有困難 甚至這個數字其實都未完整 國際的標準大概10%就有的 這些學生其實越早訓練就越好 沒錯 如果在學前教育做得好些 入到小學又進步得快些 小學進步得好中學又快些 可能去到大學根本沒有大分別 適應了 如果最近大家有留意的 香港大學做了一個研究出來 在幼稚園裏面 在加拿大 他們取得了一個研究報告 他們發現原來早期介入 可以幫助適齡的弟弟哥 及早發現了一些問題 尤其是我們覺得 在學習上遇到問題的弟弟哥 是由20%多 如果及早介入 在幼稚園裏面 引進了一些培訓的步伐 是可以減到只有4% 差很遠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 政府應該大大去證視 我想剛才蔡學長也介紹過 其實學前教育是正在進步 由20年前我們 你學生的時候 好學生的時候 妹妹職的時候 一百年多 我知有幾個想說 去爭取CG的提升 及政府開始有些資助 成功了 我們成功了 現在有學勸制 政府亦投入資源 校長也說得很清楚 資源比例跟小學和中學 是還有一部分 現在是一萬多元 小學說幾萬元 中學還要多些 所以是有資助 但仍可以做得好些 現在有個漏洞 就是全日制 你只是給半張券我 那很多家長 就沒有能力負擔 我都應該趨向全日制 我都當它有進步 事實也有進步 政府投入也多了 我們都給政府 但現在我們可否說 學前教育 中國人說三歲定八十 學前教育 是否真的那麼重要 這個我自己非常認同 在我自己讀ECE 讀幼兒教育學位 甚至乎我自己讀 家長教育實施課程的時候 都發現了 其實幼兒教育裏面 是彈達人生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我應該怎樣去令家長明白呢 當零到六歲 是小朋友老婆發展最順速的時候 大家都認同在這段時間 父母是要很多的心力下去 但有時我於家長就覺得 小朋友慢慢大 自然會了 有一個心態 就說我的小朋友 在這段時間要多些的保護 我認同這個 但問題是我們適當的培育 更加能夠令他的潛能更加發展的好 在我自己的個案經驗裏面 如果小朋友在幼兒教育裏面 是及早將他的潛能發揮 可能將來小學中學 他不止去到這部份 但很多時家長就會 有些家長就會覺得 既然是這樣 校長你講 不如我早些讓他去 在不同課程裏面的學習 譬如好像我們說 很多時是否應該相遇 是否要多些的才能 陰體美 我認同小朋友 應該有多元的發展 但在我自己 和業界裏面的同工 反映給我聽 在學前階段的重要 其實最重要是生活經驗 現在家長意識了重要 過了火 你現在暑假 暑假的小朋友 比平時還忙 有語文又要發展 相遇 音樂、美術、游泳、體育 各樣都參與 是否過火了 大家 我覺得有時都要看 小朋友的能力 和需要 如果家庭教育 其實我自己很著重 小朋友的得育培訓 剛才你說生活體驗 生活經驗上 其實是蜜蟲小器 你好像說 我們要小朋友負責任 他們自己做的事 要他們自己去做 其實為何有那麼多的 暴漲刊物 都覺得我們香港的小朋友 港孩、港女 其實對他們說都不公道 但在這個情況下 我都希望我們的家長 明白得到 我們小朋友在學習上 很可能你著重他的語文 認知方面的發展 但可能有些部分 就說他自理 總之有菲蓉、印蓉幫助他 就可能給多些時間 小朋友是可以學其他東西 其實我覺得這個 都要關注 小朋友他們自己的生活經驗 才重要 如果你說 我記得 有些高官的朋友的子女 她是已經坐享 在人生裏面一個很好的經驗 亦都做了一些很能幹的位置 但一到她要出差的情況 她便會打電話給媽媽 你幫我準備一些衣物 是高官 她實際很多事情 都由媽媽和她安排 但問題是媽媽便覺得 我還要緊貼著你 但其實如果是自小的安排 她自己的負負 其實日常生活 很多學習 是跟她將來的工作 或是跟人相處溝通的很重要 我舉一個例子 大家一定很明白 當我們起床 早餐洗臉擦牙 有些小弟哥 擦牙的時候 連牙膏 嘴杯 都要爸爸媽媽 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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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幫我做 好了 到日後大一點 小豬牙的時候 便問 為何你會搞到我牙痛 為何你不提醒我 要擦牙 這是很奇怪 這些生活治理是應該由小開始教起 再來就是他們吃完的餐具 就是很簡單 一個杯 喝完水 吃完的餐具 是否應該由他們自己去收拾 是最好 雖然你家裡是有工人 但我們覺得這些是小朋友應該要做的 由他一個很輕巧 還有一個問題 在幼兒教裡面 和學齡前的小弟哥 是很喜歡做事的 他們很喜歡就是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做法 但很奇怪 爸爸媽媽很不放心 就是我會怕他們弄濕身 或者是打爛東西 甚至乎他們收了衣服 他們可以幫忙收好一些券 或者是接衣服 但爸爸媽媽都不肯他 是怕他們弄髒 但小弟哥是很喜歡做 所以我覺得這些 是輕巧的家庭工作 其實是賦予他們責任 有時在外國 我們去一些活動 例如有些飯堂 小朋友吃完 他們自己都擺回 擺回一格一格 還有有些分門櫃裡 杯杯碟擺開 那些快餐店也是 通常他們吃完 在那邊的東西 就自己擺回 香港不是那樣 吃到烏理麻茶 整地都是垃垃垃垃的走 我們全日制幼兒學校裡面 就有一個這樣訓練 小朋友的餐具吃完 就要自己收拾 逐樣去做 其實這個治理 是訓練了他的責任感 還有還有 有時弟弟 在學習這些分配的工作上 他可以認識到 這些餐具 甚麼顏色 甚麼配套 都是一種刺激 對他們來說 都是一個訓練 當他要去到一些陌生場地的時候 他知道要擺位 或者要知道 放甚麼道具在哪個場所的時候 他很容易就知道自己應該 是怎樣去放置 其實這個正正 是我們人生自己管理的最基本 今天我們有一個課題 早排都熱門 現在都談 港鞋 港鞋師 好像剛才說 甚麼都不懂照顧 拆牙都不懂 到鑄牙的時候 就賴媽媽 賴人 這種港鞋特色 都是基本上跟父母 過分照顧 過分保護 而產生的後果 而我就覺得 有時 爸爸媽媽 他們很愛吃 小朋友 他不知用甚麼方法 是表達他對他們的愛意 其實是很容易的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要知道小朋友的情況 可能你是寶寶出生 可能就來做別人的父母的時候 零歲寶寶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跟他安排一下 有身體的接觸 跟他多些談談 到他滿一歲的時候 其實已經可以訓練到小朋友的 自你 和是 將他的感受 要被尊重 要慢慢 譬如好像早上起床吃完早餐的時候 他要寶寶 或是要點頭謝謝 或是你給了他一件事 要他回歸你 親親媽媽 寶寶未必會說話一歲 但問題是你做這種動作行為的時候 即是表示我給了奶 你要親親 大家互相都是有一個 即是給大家有一個意識 在樹 或者是 如果爹媽媽 例如離開的時候 要跟她說再見 因為這是責任 這些便可以從小訓練 早上起床或者是看書 他看完書的時候 要憑她擺好哪個位置 然後告訴他 你本書看完 我們放在這裏 收起來 這些從生活經驗裏面 訓練小朋友的責任 但我們都要學會尊重他 譬如好像有很多家長跟我說 我的小朋友不喜歡喊人 見到陌生人 從來不跟別人打招呼 但有沒有聽一下 這個小朋友的感受 他為何不跟別人打招呼 因為他都不認識這個陌生人 又害怕 是的 他又會擔心 但很可能你會跟他預先說一下 或者我們一陣間出電梯的時候 可能會遇見隔離婆婆 我們跟她說個Hello 即是等於喊聲婆婆早安 或者他會覺得 原來一陣間可能會遇見這些人 他心理上有一個準備的時候 就不是去到的時候 你突然叫我 這樣的時候 我又不認識他 我為何要跟他打招呼 不叫又罵 是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預先做的定一些功夫 我覺得我小時候 我們住的七層大廈 旁邊有很多人 所以我們小孩子 到處走見人多 爸爸媽媽當時也訓練得我們幾好 一定要叫人 要叫人 無論你去到哪個地方環境 就算你回家也去到 第一時間要叫爸爸媽媽 我們也要的 吃飯之前 我們全部人 兄弟姊妹也要叫一起吃飯 爸爸吃飯 媽媽吃飯 姐姐吃飯 哥哥吃飯 現在沒有了 現在同台吃飯也少了 別說 沒錯 因為父母就太忙 我做過一個案子 我真是很衷心地去幫這個案子 是令到他有很大的改變 家一家四口 爸爸媽媽相當忙 他們四個人不同吃飯時間 爸爸媽媽下班 爸爸負責買飯盒 媽媽負責買日常用品 下班後來接兒子 他跟小朋友一起吃飯 然後他很奇怪 為甚麼 因為爸爸放公司 所以他接女兒的時候 跟小朋友吃飯 爸爸照顧兩個弟弟吃飯 然後媽媽接另一個 爸爸接小朋友吃飯後 到媽媽回來 爸爸照顧大朋友吃飯 然後爸爸自己吃飯 媽媽做完家鄉 自己吃飯 即是各自賺食 對 我很奇怪 為甚麼 因為我見他的時候 他最初小的來癒我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眼神 是不看你之餘 他用一些很伶俐的眼神 看著你的時候 我覺得很奇怪 當我第一次見他的時候 校長也有一個很寬容 會好好笑容 我覺得這個小朋友很有趣很可愛 但為甚麼完全沒有笑容 而且他的眼神是會看著 我就發現 我說你覺得 你的小朋友看人時是怎樣 他沒有甚麼分別 不過他不喜歡人 跟人打招呼 我就開始跟他談 當我請老師帶他小朋友 他小朋友都在哭著 都哭著 不可以離開 但我也爭取時間 跟他爸爸媽媽聊天 後期他跟我說 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大家不同 吃飯 小朋友回來的時候 就各自吃飯 他都很少跟朋友去接觸 所以他現在第一次來見校長 他都覺得你是陌生 所以他不會用了好的眼神 不過我就跟他說 這個很重要 最多限度 每一天的時候 我們都要給小朋友 一個大家相聚的時刻 打招呼 一起吃飯 在吃飯之後 可能你說不要說話 但起碼他吃的過程 你可以欣賞到他吃的過程 還有你會看到 他今天的心情是如何 他已經很重要 弟弟很容易在他面上 告訴你 我今天是否開心 他很直接了當 所以我就跟他說 這是很重要的元素 我說記住 因為你的小朋友 其實很開心活潑 他們在我們讀 現在已經是K2 很開心見到我 一見到我就叫校長早晨 校長剛才說的說法 即是說我們家長和小朋友 年幼是多些跟他相處的 吃飯 或者生活上很多細緻 跟他安排一下 讓他承擔多些責任 因為我知道很多家長 在廁所訓練做得不錯 即是大小便 要自己慢慢去學習處理 去洗手間 做得都挺整齊 但可能其他那些 吃飯、叫人、禮貌 或者自己的玩具 餐具 這些就沒甚麼事 先說一個真實的例子 譬如好像我們很想 我們的弟弟去收拾一些東西 當然當我們放工回來 我們都是很累 但我那天都很有精神 所以女兒整個城地都是 那我就說 女兒你一定要收拾好這些玩具 你自己的玩具玩完要做好 然後媽媽就跟她一起去收拾 一起很開心跟她收拾 第二次就好了 你又趕煮飯 放工時趕煮飯 女兒又刪到周圍 總之沒有空間 你便會說 你有沒有弄得亂了籠 你為甚麼自己不收拾好 我之前跟你說了 他便很奇怪 為甚麼那天你心情這麼好 便叫我 叫我去收拾 又和我一起收拾 今天你就這樣說我 小朋友都被你噴到的情況 即是這樣的情況受了委屈 如是在第三節 你又跟別人說電話 因為自己父母是很開心 跟別人分享經驗 他又說得很興起的時候 小朋友亦都散到周圍都在 他一說完電話又說他 你做甚麼事不做好 他便說原來媽媽有空檔的時候 或者有空間的時候 我可以做一些不同行為 不過媽媽又是不同的 對我的 小朋友學習了到 怎樣去加碼你面色 是採取一些甚麼行為給你看 這是否間接了我們自己造成 即是他懂得做 小朋友懂得做 所以我們要堅持我們的弟弟 是要做一個行為負責的情況 我們便要明白 就算我多忙都好 你玩完的東西是我的負責任 另外一個經驗就是他要帶東西 學習很多時候會叫小朋友 你帶一些玩具分享 但我們作為家長 很多時候就說 老師沒有通告 你說給我聽要帶一樣東西 是否真的 他有一種不信任的態度 接著又打電話給老師 老師說 是呀 我們真的需要這些物品 他很聰明 他懂得告訴你 果然他很留心聽書 你就要即時去欣賞他 欣賞了他 然後他真的聽了老師說 你就跟他配合 但有時候小朋友 可能老師跟第二個弟弟說的時候 老師跟那個說要帶 可能我自己也不會做的時候 都叫媽媽 可能老師就說 不是呀 他還未需要 記住 還未輪到他 可能你就會埋怨他 老師也不是跟你說 你又要做了我的事 或者我這麼辛苦 跟你找出來 原來不需要住 你就會有一些埋怨他 他覺得 適從是應該怎樣做 還有他被不受尊重 他下次的時候 戴雨不戴 我不會這麼著緊 到時真的要做的時候 你就會說 為何老師不告訴我 這樣的情況 都令到家長跟老師 裏面也有一個 少少的窮溝 但我們希望這個 是家長都要留意 我們要信任我們弟弟 尊重我們弟弟的時候 我們要理解多一點 是 剛才校長都說了很多故事給我們聽 都是一種生活的體驗多一點 例如你日常家居的處理 待他的處理 例如教導他的行為 教導他的責任感 都要結合 你今天開心就做 不開心就罵 變成他的小朋友 就看鑑貓便識 古惑仔就是這樣出來 變成家長要細緻 在家庭生活 有一個體驗給他慢慢成長 建立一個重要的規範 家長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學習啊 參加甚麼班 跳舞班 可能把他全部推出去 我們便少了時間 父母和他的接觸便少了 做不到剛才 你說的很多重要的細節 其實有很多的家長 只會管 會接 我自己花時間 我自己在門口等他 就會做自己興趣的事 但問題其實應該是 享受和弟弟哥 尤其是在學前階段的過程 沒錯 因為不會回頭 和弟弟哥成長的時候 他和你的接觸 是越來越少的 憑貝的影響才重要 即是說這個階段 父母應該爭取最高的時間 和他接觸 沒錯 就是剛才做你剛才那些 細節生活上的體驗 生活的規範是很重要的 就更加重要的 所以我希望家長是留意的 剛才鄭校長和我們分享了很多 家長其實最重要的角色 不是推他出去學習 而是抱著他 擁有他的時間 和他相似 在生活上不是很簡單的 生活 很多細節的規範 學習治理 一會兒我們回來談談 學前教育新的趨勢 以前就這樣 方非可以教幼稚園 現在就不行 進步著 新的趨勢如何 家長又如何配合 好 我們休息回來再談 OK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甚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 利用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剛才鄭校長給了一個很重要的貼紙 我覺得這值得各位家長反省一下 學前教育年紀小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跟我們相處 在相處的過程中 慢慢學習一些規範 生活的一個自我管理能力 以及我們對小孩子的一個信任 不是說安排他很多東西 而安排他很多東西 其實剝削了我們和他相處的時間 接下來我們談談 學前教育 現在的發展如何 越來越專業 我看見老師現在很專業 學前教育的趨勢是怎樣 有沒有發展新的路向 自07年實施學卷以來 其實有很多家長都明白 幼兒教育的重要 而亦都有些要求 舉例師生的比例 和教師的專業能力 現在在09年開始 所有入職的校長必須要有學位 而所有的幼兒教師 必須有專業幼兒教育的高級文憑 所有都訓練 所有 沒有一個不是 是的 現在在教育中的記錄 已經是98% 老師已經達到高級文憑 我們叫做簡稱CE的課程 沒錯 一定要是幼兒教育專業的課程 是 就算你有不同的學位 你必須要入職的時候 之後你也要在一年至兩年間 讀一個幼兒教育文憑 即是學士學位的文憑 你才可以做常規的教師 所以要看到我們很欣喜 這個技力的提升 這個進步很大 是令到整個幼兒教育的發展 趨向右側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們比弟弟在學校的全人發展 其實技力是非常之重要 奈何政府對幼兒教育的私資培訓上 是在學卷制下 是支援教師的培訓 但是當學卷去到2012年之後 教師的培訓的遵助 已經去到沒有了 所以我們就 為何呢 他是不是打算培訓完 他不斷培訓 有新的知識 你會看到中小學的教師 不斷都要有增值 校長都要增值 要多少個小時 是要配合教學的發展 但為何呢 幼兒教育 去到你09年 培訓完 甚至延多兩年的專業發展之後 就不需要訂立一個專業的階梯 這裏呢 我們業界還要向政府去申請 因為我們上半月說 父母的參與 父母的過程對小孩影響很大 同樣道理 老師對小孩影響很大 我們學前教育不是靠本書 不是靠畫燈片 靠師生的關係影響 你私之培訓提升是必然的進步 是必然的進步 所以我們自己在這方面 尤其我們自己本身 即是業界的教師都是很要求 他們不怕辛苦 你想想我昨天也做完 一個藝術發展的評審和展演成果 會在這個階段 尤其在暑假開始的時候 老師還剛完成了畢業禮 但他們都願意花十天的時間 因為這個展期是七八天 都要準備 但幼兒園老師都不辭勞苦 都會去做好他們的工作 因為他們的心是幼兒 他說 尤其我們這麼辛苦做完這個展演 我們一定要讓所有的 小朋友的家長知道 亦都讓未來的家長知道 因為他們在荃灣大會堂 正在做這個展覽 你想想 教師都不怕辛苦 為何政府不會再撥一些資源 繼續深化 因為不是單是幼兒教育裏面的掌握 尤其現在 你都看到 我們的小朋友 是生活不同的模式 教師要用不同的專業 舉例 特殊教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不是每個教師 在他的專業培訓裏面 獲得這樣的技巧 所以我覺得 你繼而要每個老師 都能夠受到特殊教育的專業訓練 一班裏面有兩三個 你都要同時間 每個老師都會接觸到特殊需要的學生 另類 你亦都要讓教師 能夠在他們的興趣範疇裏面 爭潤 舉例一個技術教育 你會看到 我們中小學的時候 在這個門裏面 都是一個門外科 亦都不是一個心法 但是問題是 奈何在幼兒教育裏面 其實藝術教育是發展 小朋友的腦部 潛能很重要 我們的教師都要認識 但是 爲何政府又不去做事 我想像中的錢不是很多 不多的 又不是說加你人工 適你職 你只是給我機會 裝備我自己 裝備我們 做好自己 而老師又肯願去 我們有一個願意進取 最大的就是 你能夠有空間給老師 你也知道幼兒教育的教師 是沒有空堂 是 他們所有的工作 都要放在小朋友身上 好 餘下的時間 他可能要帶回家 爲何不能夠 可以配合到我們 是給到我們的教師 如果就算是培訓 都不要給他們慢教 都給他們在職時間 都給他們在職時間 當然你學卷制裏面 你可以請很多個 如果你有個預算 但是學卷制完了 這些支援老師的去向未明 那你們要繼續爭取 沒錯 所以我自己覺得 其實這個都要政府助一把 我覺得資源不太多 根本政府 現在很多人都說 教育是我們的未來 沒錯 教育當中 學前教育 你問我最重要 最基礎 他做得不好 其實小學就麻煩 因為很多人要收拾 你講錢又不太多 你從一個發展去角 都應該這樣想 我自己覺得 政府其實是 在他的角度裏面 重不重視有儀教 是否擺位 是否會去到中小大 是否 你才擺位重 不是 我想是一條線 是 我覺得 好幾年 過往十幾年開始 就搞基礎教育的改革 很重視 擺了資源 所以現在大學 那是四年製 資源又多了 今天輪到我們學前教育吧 應該大舊 我自己是說 其實你會說 說真的 現在大約是950間幼稚園 是 說的是13萬左右的小朋友 是的 還有我們現界的特首 都很鼓勵年輕人生育 三個最好 但是你會看到現在 你的年輕人 他們本身會否是生小孩 都有問題 因為所有配套都做得不理想 住屋 如果你能夠在學前階段裏面 真的可以去到免費的時候 他只是擔心住屋 起碼那幾年裏面 由兩歲開始 我們不要要求零歲至兩歲 由兩歲開始 至到他們去到大專業校 都是免費的時候 在他人生旅途裏面 在這裏都是減輕他們 即是年輕的父母 一些負擔 我看不到我們沒有條件做這件事 你好像在醫療 我們跟政策 譬如政府的餅這麼大 所以不能夠怎樣怎樣 譬如醫療來說 本來佔整個開支百分之十五 他都提升到百分之十七 即你可以加 學前教育 譬如你佔百分之三 百分之五 那就八分之九 對 現在在學卷制之前 就是二點七 佔整個教育 但現在有學卷制之後 我就去問一問過有關的團體 大約去到四點六左右 你可以說 如果距離中小學 他們有二十幾個百分之十 差很遠 差很遠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 我覺得中小幼大一視同仁 每個同學階段都有他的需要 不是有轉算玩玩玩 已經不是那時的年代 沒錯 中三年班就教有轉 應該不是那世界 不同 你說要大學畢業的 又要專門的訓練 沒錯 百分之九十幾的專門訓練 你問我 我再要更加 既然老師肯進修 更加在專門裏面的細環節 再要專門 再要專門 因為你小孩有些很獨特性 沒錯 你那兩三年不幫到他 你到小學追不回 還有你要花心力時間 是很長的 是 因為你蜜蟲小器 你要教導小孩 只是說拿筷子 你一過了一個年來 你拿筷子 你留意年輕人現在拿筷子 不行 沒有像我們以前 但是我們以前更加困難 是 父母更加困難 這件事我們會繼續努力 你都跟政府教了二十幾年 沒錯 有進步 但未教再要多些 我們慢慢點醒它 回到一個問題 我記得那次可能你都在 在教育學院 有個高峰會議 會議講學前教育 學前教育其實有個很主要的一個想法 就是遊戲中學習 簡單說法 小孩去玩一下 然後啟發他 懂得去這個世界 學習有興趣 跟人相處 學習自己的紀律 現在有些父母 又想得太急了 為何還不學生誌 不學寫誌 現在家長 明明學前教育 配合得好嗎 我覺得家長沒有理解學前教育 在我們教育裏 其實生活經驗很重要 再加上語文教育 其實小朋友很多時都接觸得到 我們很鼓勵小朋友多閱讀 尤其是朗讀 因為小朋友的記性很好 當他們朗讀熟習的時候 他們運用出來 你不知為何他們會認識這個字 同生活經驗裏面 家長經常以為他們會記 會寫最重要 但他們不知道原來經驗很重要 我們當個小朋友 我們帶一個坐巴士 或者這個站 他們很記性 我有個學生 他所有將地鐵去的路途 甚麼站 他全部可以畫出來 那些事他不懂 他們畫符號出來 就代表那個站的名稱 但問題是 他每一個站的名稱都知道 他說我不懂說 天口很容易 天口很容易 後字他不懂寫 他就會問後怎樣 他將他自己的公仔 就放了一個玩具在後面 他來表達這個字後 原來是小朋友 他不明白字語 那個字體 但可以用圖畫去表述 但我們的家長 他不明白 以為他要識手一個字之後 他就可以了 我記得很久以前 我跟校長說 其實有幼稚園學生 我是小學的 其實不需要學完寫字 來交給我的 這些學寫字 我慢慢學 有幼稚園 好像這樣說 他想圖像化這個世界 用他的方法去想像這個世界 其實幫助腦部發展 沒錯 可能這些創意思維 就這樣結合未成 尤其我們要讓小朋友 懂得表達自己 還有一些解難的能力 沒錯 很多時候有些情況之下 我們要讓他嘗試一下 他會否給他識寫字更加重要 沒錯 譬如舉例 有些家長說 很多時候 我想吃蘋果 他們馬上就拿一個蘋果 但其實你可以多問一句 你想要一個 甚麼顏色的蘋果 你會用紅色 或是綠色的蘋果 簡單舉例 他已經知道原來我要求一件事 原來那個訊息告訴他 原來我有選擇 原來我說蘋果 媽媽不知道 原來我要說紅蘋果 媽媽就會拿一個紅蘋果 很容易就明白 原來我拿的是紅蘋果 家長只要問一句 其實已經是把他那個 增潤的語言表現 這個也是一個例子 就是生活的體驗 生活上可以說 是引導他多說一些 他的表達能力就豐富很多 蘋果有紅橙黃 沒有紅色 有綠色 那時候的形容詞 或者他的層次 表達能力高很多 你喜歡的是大蘋果 還是小蘋果 要冷 要放雪櫃還是不放雪櫃 要冷 還是要是室溫的蘋果 其實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給到小朋友在學習上面 還有有時候 我就覺得家長就說 不准同 不准要小心保護家居 我自小我三個弟弟哥 我全部餐桌都是玻璃 你三個嗎 即是特首 你很早響應特首 玻璃餐桌 當時家人都很反對 因為玻璃餐桌 小朋友拿東西很危險 但我自小訓練 就是你要拿東西放在桌 就不准你輕放 輕放的時候 一來玻璃 如果大力的時候 他就會裂開 很危險 可以戒傷人 還有讓他知道 玻璃是要很小心 我們放東西一定要輕 還有很多時候 我們有一些經驗 就是他們要畫東西 或者寫東西 不要緊的 你如果不懂寫字 你用圖畫告訴媽媽媽 讓我記住 你明天要做些準備 是 是 他不懂寫那個字 畫公仔給你 他不是畫圖像給我 有時候我明白 我就問問他 他解釋 原來你說你明天要帶零用錢 是嗎 他就拿錢 有些錢在旁邊 我寫零用錢 原來你想要交什麼費用 他就是了 到新年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中國人 會有揮春 我便叫他寫一下揮春 寫一些簡單 寫一些容易記的 或者畫公仔 開開心心也可以 是嗎 他們便很有興趣 原來我們寫下來 其實都是一個語文的表達 語言的表達 還有有時候我便很習慣用一些卡 我用這些卡 就是代表了 弟弟他今天 還有用計分 因為小朋友很容易 對那個掃蓋邏輯 很容易混淆 譬如我便跟他說 譬如你今天幫我 大家一起做 不是一邊幫我做 或者你做了這個時候 我給你兩分 他儲完這些分 可以換他的Q點 Q點做什麼 他有公園 打球 這些便很容易去做 而且尤其我現在 我發覺那個語文表達 我和我弟弟很多時候 都是用這些方式 尤其對男生 為甚麼呢 因為男生 他不太喜歡跟你說話 但你想他要改變一些行為 用語言少少的 例如我們寫一些 記得他戴什麼 我很欣賞你 你今天和我做了 我便會送一張給他 寫了一張卡 對送給他 或者我又會貼一張 在門口我想他記得的東西 這些他都存起來 還有他送給我 有些小的貼紙 我又留起他 到他們大的時候 他說 媽媽我小時候做過這麼多這些 他自己都笑起來 他說我當時都寫了這些 我愛你這些字眼 我說你自己看 你自己簽名 他說是 有意思 很開心 他沒有想過 他沒有想過 但我拿出來的時候 他便會覺得 原來媽媽做了這些功夫 到我長大的時候 他亦都是 他現在給他的同事 他有時都會寫下一些資料給同事 很有效 大家都很清晰 即溝通方法可以立體多元 立體多元 現在的溝通就是 你這樣不行 收換他 加上我們很慣常 如果他做得不好的時候 我大聲一點 他便會做得到 這個不行的 方法不行 是的 我覺得大聲 反而他在公共場所 他便跟你大聲 是的 但我覺得收下不到 反而有時有些軟性的事情 小孩子 為什麼你跟我說話 這麼大聲 因為現在我都觀察現象 爸爸媽媽在家大聲 喝著喝著罵 罵小朋友 那小孩子便會學到 接著去到公場後 他便對付你 因為你面子比我大 你爛聲 會否鬥罵 在公場後 你又很沒面子 你便會被他控制你 但我自己覺得 如果弟弟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我們可以即時做 你這麼大聲說話 你只說給我一個人聽 不用這麼大聲說話 你即時去做 你細聲媽媽聽到 最重要是媽媽媽 不要經常在家大聲呼喊 沒錯 你習慣了他跟你表達的訊息 你是尊重的 還有真的有時大聲說些什麼 是嗎 你要求是什麼 是要很清楚 有時還有一致 不要你今天這樣 當然我們要跟家人有個相處 跟家人有個溝通 或者是在一些禮儀上 有些聚會上 他又作出一些不好的行為的時候 我們要即時告訴你 我跟你說現在你這樣的情況 我要離開這個現場 是嗎 是嗎 我們那個時間外 很多次都做 但是有些活動上 甚至乎有些 弟弟很知道 譬如有老人家在這裏的時候 可以做很多事 是嗎 可以趁勢 但是問題我們都要跟長者聊一下 有時有些 可能他們會做協調中間 知道這樣的情況 這個是家庭成員裏面 彼此的合作 是嗎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學習生活化是很有趣的 我覺得這句字眼 學習生活化有趣沒有 特別是學前教育的階段 或者0至3至4歲的時候 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們都呼籲家長 不要太著緊 我們所謂的學術成績 學術成績 我兒子厲害 懂得二十個字 ABCD 背到甚麼 其實標榜一樣無用 這個跟他的生活 體驗 以及怎樣的性格 美感 行為 是沒有關係的 懂得這個字很厲害 跟他的性格行為 各方面的發展是沒有關係的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教育弟哥 其實我們背後 都承傳了 爸爸媽媽媽對我們的教育 是 其實我們的小朋友 是我們生命的延展 是 他是怎樣 我是怎樣 一舉一動 其實是體驗到我們自己 是 有時我都覺得 譬如父母都說 哎呀阿仔說句話 語氣真的好似我 是嗎 真的 有些父母就說 哎呀阿仔這麼粗魯 其實是說你自己 因為為何要舉 就是copy你 沒錯 所以有時我們都看到 有時他的語調 行為 很多時都反映了 影子 其實我們是小朋友 父母是第一個老師 這個不是 我經常說 新教更加研教 沒錯 但我們香港的父母 研教是最主要的 有時又朝廣到晚 又朝廣到晚 又朝廣到小 但你自己又不以身作則 其實幫不了他 有些很多時家長和我分享 說他對菲蓉 或者癮蓉 感情是很重要 即是說很醫戀 等等 但想想他去街的時候 媽媽不是抱他 是呀 是嗎 即是在地鐵的時候 可能真的 那個菲蓉坐抱著他 跟他講很多這些生活的事 但媽媽就趕著講電話 是呀 喝茶就是看報紙 看報紙 菲蓉在那裡餵他 跟他玩 聊聊聊聊 是呀 即是很多時他就覺得 我請過工人一定是這樣 是呀 我都曾經被我弟弟的質疑 不過我堅持 請工人幫我清潔一些家具的事 但你的事是你的責任 是嗎 大家看得很清楚 校長這麼多年 學前教育經驗告訴我 學前教育其實是一個 生活上的啟發來的 即是學懂多少字 懂得念幾個書 其實就不太重要 最重要是在生活當中 在相處當中 是呀 開心 開心過後就要上學 上學是開心的事情 小孩子就回去開心 小孩子做好基礎裏面 他也要學習 原來是這樣的想像 那對小學就很開心 一路一路延續下去 還有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學校裏面 可能你會覺得 朋友會影響過小孩子 但是如果學校 在家庭的教育裏面 反過來做得很好規範 小朋友去到哪裏 都不會因為人家的問題 影響我們的小孩 所以我覺得 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定立去那個新教 小朋友會看到 小朋友會這樣 你會知道 那你應該怎樣做 我不會學他的 那你就要欣賞他 是的 今天校長和我們很多故事 很多細緻上的事情和我們分享過 其實都是有很多的大道理 重要的道理 其中一個最大的道理就是 在學前教育裏面 在學前的階段裏面 我們父母唯一要做的事 是爭取最多最多的時間 是擁有你的小朋友 在過程裏面 跟他們一起生活 一起互相學習 以身作則 小朋友就很健康 很開心成長 好像給小朋友 每個小朋友都開心 一講起自己 我們兩個都是開心的父母 希望觀眾都是開心的父母 今天很開心和校長聊天 下次有機會再來 聊聊其他環節 還有你們現在學前教育的碩士 又是專家 是所謂的家長教育 下次很多家長教育話題 又找他們聊天 可能發生了甚麼事情 找他們來評論一下 好嗎 下次和大家再見 好 拜拜 還可以 謝謝 謝謝 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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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